Ayo 聊世紀 天天龍星 大家好 我是Layoh 今天來看印加人對上馬雅人 這場比賽也是神愛邪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兩位8點鐘方向的印加人 印加人特色是有食物消耗減免 而且他的老鷹可以高達遠房10點的 遠房老鷹 後期的印加人食物消耗減免非常多 所以不管是要打劍兵模式、槍兵、戰矛、投石手 或是槍隊長都是非常適合的路線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對手大約12點鐘方向 安迪選擇的是馬雅人 哇 安迪選擇馬雅人 這個是南美內戰 那馬雅人特色是開局手會奪一寸 所以可以馬上就等下織布技術 那這裡 安迪怎麼拉了一隻充運過來呢 哇 又開稿了 這個犀牛 想要直接在這邊射死嗎 趕快拖 哇 結果沒拖到犀牛 直接被鷹獅頭拖了回去 哎呀 沒想到塞拉斯丁反應這麼快 瞬間就把犀牛給吃掉了 把這個塞拉斯丁反應太快了吧 對方來開稿 馬上就意識到 趕快把這個犀牛拉走 好 那這個老鷹 並沒有繼續在家裡 反應是出去了 好 這邊想要吃果子 但是 這裡有了一堆木牆 哇 安迪用了這個馬雅的特性阿 開局 就拉了一村搞事 真的是搞事仔 哇 想要搞人家心態阿 好 這是馬雅人 終究 我真的有點看不太懂 終究還是我的果子 好 那果子圍一圍 但這只是暫時的 他也不可能在裡面待一輩子 好 這邊出去又敲了一下 安迪這邊繼續想要秀操作 但薩巴斯丁其實並沒有很在意他做這件事情 酸鳥再敲 然後把他敲出去 好 進去了 可以開始扁他 所以把他逼出來了 又拉了一隻村民 但是這個圍 唉呦 哇 這個圍有料 好 我們繼續講馬雅的特性阿 那馬雅的特性呢 是他的工兵單位非常便宜阿 那他在南美的老鷹單位裡面來說 是有地龍時代是最強的 但是封建時代跟城堡時代是最弱的文明 因為他不像印家人 擁有食物消耗的減免 老鷹的成本更低 那阿茲特克的話 擁有這個均營的 均營的產能優勢 所以造老鷹速度很快 但馬雅對於均營的加成 跟老鷹的加成 基本上是沒有的 就只有地龍時代 白血老鷹是比較厲害的 哇 這個還在搞事阿 搞了石頭之後 還把路射掉 各種開稿阿 這是搞爛各對手的支援 但是 唉呦 老鷹回來囉 哇 這個老鷹 貼 一直貼 我要把他貼死阿 哇 最後是拿下了這一村 好 馬雅人這邊點下了封建時代 那鷹家人這邊是也變成22匹 才點下了封建時代 這段時間兩邊都是稍微慢了一些阿 因為前面消耗大量手術 升級時間已經慢了一些 唉 最後兩隻羊最後還是被帶回去了 這個應該是偷到安迪家的羊 好 偷掉羊 別想要去偷 但是又有偷人過來助陣 高打低 戳掉 羊來不及跑 好 哇 這兩村又要幹嘛 喔 戳掉了這隻羊 哈哈哈哈 詐巴斯音這邊秀得很漂亮阿 好 這隻羊可以逃掉 現在對詐巴斯音來說還是具有優勢了 最近 多幾隻還是可以吃 對方是一個野射箭廠 野射箭廠 出弓兵 再來一農一木 安迪這邊算前置 但是還是很注重經濟的 好 這裡兩隻村民主要這邊是要來插箭塔嗎 這兩隻插箭塔要特別小心喔 塞巴斯音可以第一木牆 直接拉村民過來開扁 但正面的位置好像開始被騷擾到了 但是沒有辦法 有沒有看到阿 這個應該是有看到這個箭塔吧 這個不可能沒看到 有 有看到木牆 但是塞巴斯音並沒有意識到 他這個木牆是為牆的意思嗎 應該有意識到 這應該是箭塔 但是因為他已經看到木牆了 可能過去最少還是能蓋起來 所以並沒有選擇拉村民去打架 好 那安迪家裡的高地 這個射箭廠並沒有賺到太多的甜頭 塞巴斯音也原地起了一根箭塔 好 直接往前推 要了安迪大量兵力 安迪現在經歷兵力有點不太夠 低級射趕快找個機會點一下 現在有點缺肉 好 現在對射 安迪直拉兩村過來殺我的關係 這個箭塔絕對射不贏 五隻聰明的六王塔 好 老鷹直接被一拳打死 現在老鷹的優勢很大 去追擊 回頭 回頭 這要回頭了嗎 好像回頭了 兩邊打得都蠻兇的 好 塞巴斯音拉了老鷹跟毛兵過來 來 似乎是想要攔截這兩隻村民 不想讓他們直接就逃掉了 好 這個兩王塔最後拆掉 好 這邊在找 村民的位置 好 找到了 這人在這 有一個 哇 獅子還在助陣 這隻毛兵過來 好 稍微走A一下 老鷹助陣 3滴血應該不用追了 獅子應該能解決得掉 但是他想要自己親手拿下 好 老鷹還在追村民 看起來 喔 塞巴斯音這一坨有危險 這個應該可以拿個一村吧 不可能塞巴斯一村一村一村就拿不下 OK 不過還是拿下了 好 後面的村民稍微反擊一下老鷹 老鷹直接被亂拳打死 哇 這隻老鷹卡 繼續卡 還是拿下了 最後是死了兩隻村民 現在是2比2的戰績 應該是2比3才對喔 因為塞巴斯丁是死了三村喔 安迪是死了三村喔 塞巴斯丁是死了兩村 好 那目前看起來 塞巴斯丁還是具有優勢的 老鷹出的數量有點多阿 畢竟硬家人 他的食物消耗幾乎比較多 不管是要出戰毛兵 就是老鷹 價格都是比較優秀的 那安迪現在狀況是 繼續出老鷹也是能打 但是現在要繼續打老鷹的話 會拖到生死代時間 現在資源量有點接近城堡時代了 還是要先鬼轉城堡時代呢 資源量還差一些 好 看起來是想點城堡 好 但這一波大軍壓盡 好 結果這一坨公兵想回家防守 結果被毛兵給攔截 塞巴斯丁的毛兵打得非常好阿 好 蠻亞人這裡補下了步兵鎧甲 三寶四代還有兩分鐘 好 繼續過來 好 現在情況有點危險 甲骨胎主 三寶四代還有一分半 步兵鎧甲先點 趕快老鷹 軍銀來不及蓋好 蓋過好的話 就沒有更多的老鷹 軍銀蓋的位置很正面 三寶四代的老鷹還在追左邊的村民 哇 這個圍 居然還有時間去控左邊的村民 真的是這樣子嗎 看起來不是捏 這個老鷹好像有點多 最後用了毛兵拉過去 收掉了左邊的村民 現在瑪雅 現在要打贏的話 很吃力 現在不要出去 流比較好 跟流出去的話 哇 結果這個軍銀好像也難蓋了 完蛋 只有一個軍銀 老鷹真的量產不起來 結果沒有要打這個軍銀了 沒有要阻止他蓋軍銀 軍銀終於蓋好 第三個軍銀也好了 老鷹還是有機會出場 下了護衛技術 下了護衛技術 先點一攻 選項正確 攻擊力先提升 比銀二反還要好 老鷹的數量明顯不夠 現在瑪雅人 要打贏 黃金需要穩定一下 黃金的開採剛剛被控制的關係 現在黃金比不是那麼多 這坨老鷹往右走了 但是安迪好像並沒有想要追的意思 這坨老鷹 一公斤好了 老鷹護撞 這隻村民有機會 差一槍 哇可惜了 在薩拉斯丁 45村 36 村民差距來到了快要10隻村民了 家裡也圍的差不多 這個圍有夠長 圍超大 就是怕對方老鷹直接飛進來 這一坨兵直接走到最右邊 好 升到城堡塞 再把斯丁繼續打老鷹 應該沒有問題 好 結果一出來 不只打老鷹 還打頭十手 那頭十手是硬家裡面打南美文明最強大的單位 那在 內在裡面來說 我覺得硬家人算是最強的文明 因為硬家人頭十手打南美的 不管是要打暴龍士啊 或是老鷹 劍兵或是槍兵 頭十手都可以有效反擊回去 這頭人都有啊 你是遇到了一個 惡奈亞奴手的感覺 你的機動性單位 全部都會被他的遠程單位給壓制住 南美內戰 很麻煩 遇到硬家頭十手 就只能轉弓兵路線了 或是走這個戰毛兵 作為防守 老鷹配戰毛 其實也是南美的比較 常見的組合 好 這邊 老鷹回頭 直接戳掉奴炮跟頭車 這一坨戰毛兵 竟然他哭了下來 但這隻戰毛並不是安迪的 而是硬家的 好 硬家這邊有頭十手 也有戰毛 想要剋誰就剋誰 你出奴兵 我有戰毛 你出老鷹 我有頭十手 你出工程器 我有老鷹 硬家這邊的配兵組合相當全面 經濟部分 補下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然後再把村民書繼續拉開一點 這個奴炮有點煩 還是要補一個工程器 知道所有出的頭十車呢 好 直接想用老鷹去解決 老鷹直接回頭 開始反擊 頭十手要小心 傷害 爆頭傷害很高 瞬間 收掉了奴炮 但是老鷹數量一定不太夠 但後方的頭十手還在努力輸出 好 老鷹數量開始明顯下降 瑪雅中點下英勇士 好 這台頭十車是關鍵 投到了 三隻頭十手 打一發 打歪了 好 再一發 哇 又兩個頭十手打掉 這個 頭十車打得很漂亮 那還是有兩隻頭十手活了下來 最後還是全軍覆覆了 現在瑪雅的軍營才剛好點完英勇士 點完英勇士之後 安迪卻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塞巴斯滴拿下比賽勝利 南美內戰 沒想到 塞巴斯滴那麼快就來安迪投降了 那我覺得這把前期安迪這邊開稿 其實打得還蠻有趣的 確實蠻有料的 瘋狂騷擾 那後面呢 就直接轉出老鷹各種開飛 那是塞巴斯滴 塞巴斯滴的頭十手 牙齒力更強大 剛剛這一波控制軍營的蓋 蓋這個軍營 讓對方產能下降的一個細節 我也覺得是一個很好的 教學影片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細節 高手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要控在這個位置 除了可以控黃金之外 可以控制對方的軍事產 好我們來看一下 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塞巴斯滴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邁爾人則是贏了一點點的資源 最後黃金贏了400 好啦那麼今天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大家下次見 拜拜 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